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次说到韩爵退休了 巡英作为中军帅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驻晋国地下办事处 传递到了楚国 楚共王非常高兴 大声笑道 啊 晋国真是没人了 竟然让我们的一个俘虏来掌管国家 我们还怕他们干什么 扁他们 巡英当年在禁楚征战当中 曾经呢 被楚国人俘虏过 所以楚共王听着这个消息 特别高兴 楚共王知道 韩爵老奸巨华难以对付 但是巡英 自己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 有什么可怕的 令营子囊倒是头脑清醒 急忙提出了不同意见 大王 晋国人不可轻视啊 我听说 啊 巡英可是大伙儿选出来的 是民主选举啊 而且他们的亲之间都很谦让 这种国家很可怕 很难对付啊 楚共王等不及了 兄弟 你可不能为敌如虎啊 行了 我下令立刻出兵 包围陈国 楚共王是不能容忍 自己的家门口竟然还有晋国的跟班 当然要把陈国先痛扁一顿了 这意思就是 我享受不到幸福 就绝不让你舒服 在折服了四年之后 楚国终于开始要和晋国争霸了 楚军出动包围陈国 陈国君臣在权衡利弊之下 终于认识到 晋国远而楚国进 楚国可以随时来犯 而晋国不能随时来远 总有那么一次晋国救援不及 本国就会被楚国的铁体所践踏 所以还是重回楚国的魔爪 比较安心一点 于是陈国就这么投降了 时隔四年 陈国再次成为楚国的跟班 失去了陈国 晋道宫就开了个八亲会议 专门讨论一下 陈国再次投靠楚国 是不是应该讨伐他一下 但是到最后 大伙讨论的意见就是 大臣国得不偿失 而且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晋国还是放弃了 讨伤陈国的想法 出战告捷啊 楚共亡看到了争霸胜利的希望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晋道宫八年 前五六五年 楚国的令营紫囊 率领楚国大军 北伐郑国 郑国立即召开了六亲会议 与会人员是紫寺 紫国 紫尔 紫孔 紫展 紫桥 其中 紫寺是执政 那么 郑熙公没有参加吗 哦 不好意思 在这年年初的时候 郑熙公被紫寺 不小心放了耗子药 给堵死了 他的儿子公子佳 被立为郑简公 当时只有五岁 开会这事啊 就免了 紫寺就提出问题了 各位 楚国人又来了 自从我们投靠了晋国人 这是楚国第二次来了 大伙看看 怎么办呢 紫孔马上建议了 那还怎么办呢 赶快派人去晋国求救呗 紫国在旁边就发言了 哼 等晋国人来了 黄花菜都凉了 周师说得好 四河之清 人寿几河 赵云寻多 止净坐罗 啊 等黄河水清了 人都死了 占卜的次数多了 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我看呢 咱们先顾顾眼前吧 楚国人来了 直接投降吧 那边紫桥就接上话头了 哎 那 那之后晋国人又来了 怎么办 紫尔又接了话头 哦 那就再投降晋国人咯 他也是主降派 紫展又说话了 哦 我听说 小国在大国之间求生存 靠的是信用啊 如果我们不讲信用 大国随时会来讨伐 我们离王国也不远了 我们与晋国五次定义盟约 现在要背叛他们 啊 楚国人能靠得住吗 而晋国人呢 团结在以尽道功为核心的领导团队之下 八亲团结一心 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背弃啊 哦 紫展也是一个主战派 现在好了 三比二 主战派占上风 这个时候 大伙都看紫色了 他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 紫色就说了 诗经写道 谋夫恐多 适用不及 发言迎庭 谁敢执其旧 如非行脉谋 适用不得于盗 这意思就说 出主意的人多了 决策就难了 提意见的时候 大伙都很踊跃 负责任的时候 就找不到人影 跟不相干的人商量 有个屁用啊 你们都不了解国际形势 说出话来都没谱的你们 根据我们郑国住 晋国地下办事处的消息 晋国啊 今年大旱 粮食欠收 所以即便我们去求援 晋国也没办法救我们 再说了 这根本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 每一个好东西 凭什么我们为他们玩命啊 就这样吧 投降楚国 我来负责任 子嗣做了决策 他是个文化人 所以一出口就是诗经 在这当中有一个成语 叫谋夫孔多 这是一个比较生僻的成语 比喻出谋划策的人很多 好了 既然有人负责任了 大伙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子嗣亲自前往储君 定立盟约 与此同时派大夫王子伯平前往晋国 解释 郑国为什么投靠楚国 王子伯平知道这不是一个美差啊 领了这个任务之后 是一路叹气去了晋国 这一趟去 挨骂是肯定的 会不会被砍头都不好说啊 王子偏邪 感觉自己就像郑国一样 两头不讨好 又两头不敢得罪 到了晋国 找到巡英 他说 巡元帅 这个不好意思了 你看 我们投降楚国了 自从跟晋国结盟以来 晋国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可是这一次 楚国人来势汹汹啊 我们是想抵抗啊 可是我们的老百姓都害怕了 他们私下底纷纷投降楚国 我们劝也劝不住 拦也拦不住 拉也拉不回啊 哎呀没办法 我们也只好 只好跟着投降了 哎呀 这些老百姓 真是鼠目寸光啊 得 王子薄嫩这回好 把责任都推给老百姓了 巡英看着王子薄嫩 心里暗暗得意啊 为什么得意呢 稍后再说 不过尽管心中得意 表面上还要装出 一份填膺的姿态来 忽悠 你接着忽悠 要是什么事情 都是老百姓做主 你们早就喝西北风了 楚国人讨伐你们 你们连球员的使者都没派 就直接投降了 然后派你来忽悠我们 你们根本早就想投降了 瞧不起我们晋国是不是啊 不好意思 我们只好在你们的城下相见了 这是什么 这是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啊 不爱的不动打扰 也爱的不再怀抱 得到手的不需要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 不要 倒不如说说小小 说我不要太多钞票 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过重的背包 过度的包招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一起呼叫 没有烦恼 除了不信其他不重要 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 心事像羽毛 越飘越逍遥 烦恼 什么烦恼 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 人们不高去羡慕飞了 世界比我大 把自我说脚 把自己躺着脚 谁也不出的骄傲 人间几乎值多少 花开到花落值多少 不了 把一切看着玩笑 少少闹闹想起大脚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 过度的包招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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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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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谁一交 我和谁招傲 过分思考 容忍自扰 也容忍自扰 一切情依后傲 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 没有烦恼 除了不信其他不重要 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 情依像羽谋 越飘越逍遥 烦恼 烦恼 什么烦恼 除了情侠没有大不了 人们不敢去羡慕不飞了 世界比我大 把自我说小 烦恼 什么烦恼 除了情侠没有大不了 人们不敢去羡慕不飞了 世界比我大 把自我说小 全部都不敢去羡慕不飞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